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宇宗翰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在降息一马中情愿表示 无法解决美中贸易战不确定性 因应路方暂停自由行 扩大秋冬旅游奖励计划 高通下半年转望悲观 4G市场联发科进攻 7月车市登陆达48429台 14年以来同期新高 来关心台股 美国联准会10年来首次宣布降息 市场反应力多出境 美股道琼大跌333点 台股开盘不久一度大跌104点 八大类股全面下跌 不过联发科、台达电等也急亮眼 带动股价走扬 力手10700点关卡 法人认为电子股休息后 旺季续供人可齐 而选股方面仍以基本面加第二季 财报好的标的为主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香港金融管理局一号更进美国 宣布调降基本利率 0.25个百分点到2.5% 这也是金管局自去年12月以来 再次调整基本利率 电源大厂台达电公告第二季财报 第二季获利以95.3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也去年同期激增190.8% 也比手机大增1.8倍 彭博之前报道 受贸易战影响 台达电未来三年将在家乡台湾 投资新台币132亿元 中国网购社群平台小红书 在去年估值超过30亿美元 而它的应用程式APP 在29号在安卓应用商店下降 外面指出 小红书的案例并不是个案 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最大风险 这是中共模糊的法规 和当局不可预测的行动 中华电信31号举行线上法说会 中华电信表示 明后年资本支出持平过锐减 2022到2024年 则是5G资本支出建设高峰 将深耕垂直领域数位金融 智慧工业及智慧城市等应用 奠定未来5G成长基础 新唐人家电视正面报道 台湾封测大厂职月光头控和IC设计大厂联发科 都在昨天举行第二季法术会 并公布第二季财报 都比第一季成长 法人关注两家科技大厂对景气的看法 也聚焦在5G晶片应用的最新进度 年初的时候就是说 今年应该是主期成长的这样一个趋势 看起来目前这样还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封测大厂日月光头控公布第二季财报 合并营收907.41亿元 较低季成长2% 比去年同期增加7% 最后净利26.9亿元 季增32% 每股盈于0.63元 优于首季0.48元 低于去年同期2.07元 下半年或者甚至于从第三季开始 从季节性的这些需求开始出来 新的产品的推出 那么对于我们的需要都会 需求都会增加 冲测合在一起的生意 这种比例是提高的 那相对来讲 我们在测试的投资 可能就要加大一些 26日苹果战志宣布以10亿美元 并购英特尔智慧型手机数据机事业 业界预测 苹果自行研发的5G数据机晶片 2到3年内将搭载iPhone或iPad上 晶片生产电在苹果接手后 将扩大委外代工 更点名台积电 日月光投控 晶圆电渴望直接受惠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在5G的这个布局 应该是最完整 而且这个覆盖是最广最深的 相信这个会是我们将来 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联发科正式宣布推出5G系统单级天 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 联发科技已经进入了5G的预先许 同一天IC设计大厂联发科 也举办第二季法说会 法人提到相同问题 联发科表示 不见得有特别影响 将持续端出多款5G SOC 预计明年上半年 将看到搭载联发科 第二颗的5G SOC的终端产品 新豪利亚台电视 陈文某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再来看到今天的 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通博社串流音乐服务龙头 Spotify季报符合预期 新增付费订户年成长率30% 金融时报MSCI 名城执行长贝尔南德斯表示 符合ESG社会责任 投资原则是未来趋势 华尔街日报 通用电器公布第二季 美股净利优于预期 上调全年业绩展望 日本经济新闻 川普政府积极调解日韩对于问题 将促勤两国签署贸易停战协议 台湾环保署公告 2030年将全面禁用 一次性塑胶吸管 饮料杯 购物袋 以及免洗餐具 但您看到 由业者利用远红外线 多层次震荡波专利技术 研发出会呼吸的塑胶力 通过SGS检测 能混合塑胶素材 达到自然分解的效果 减少垃圾量 那我们的材料 你看它的颗粒就有一点不归之状 里面也是有多孔性 就是等于说它会呼吸的 环保署公告 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吸管 饮料杯 购物袋及免洗餐具 面对新政策 厂商也有对策 台湾业者利用远红外线 多层次震荡波专利技术 研发出会呼吸的塑胶力 通过SGS检测 具有多孔性的圆红外线断烧土 能混合塑胶素材使用 达到自然分解 减少垃圾量 台湾来讲也是在目前在慢慢限塑了 那我们本身 我们做塑胶30年了 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塑胶可分解的 那我们有经过烧解实验 它可以把它完全烧解到90% 烧到最后也是剩土而已 它是可以完全分解 除了能分解也延长保鲜时间 像是使用50%多孔性炖烧土 加上50%食品及PP 能释放4到14微米波的生育光波 所制作出来的保鲜盒与保鲜袋 相较市售同性质产品的保鲜度 增加2到3倍 制作成桃锅 也能减少一半的烹煮时间 达到节能省电 降到50%的食用量 而且又可分解 这是我觉得说将来有很大的用途的地方 用我们的锅子去煮任何的食物 它只需要一半的时间 而且也很快熟 因为我们的远坏线的震荡波 可以把水分子震细 所以说它很容易在食物 在渗透当中 它很容易就熟了 台湾业者结合集团力量 研发多款家庭生活等用品 包括床垫 天花板等 降低塑胶使用 超环保节能发展 面对塑胶吸管话题 业者也表示 可分解的塑胶吸管 预计年底前研发成功 新哈尔雅特电视 最好李晶晶 台湾新竹报导 但您看到明天8月2号 星期五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非农业就业人口 丰田雪芙龙公布财报 交通部台铁局记者会 金晨银远传法朔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于宗翰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